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来看七大工业国集团G7在这次外长峰会 首度对台湾海峡的和平表态 同时也发表公告 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论坛以及世界卫生大会 德国外长马斯就表示 自由民主国家在会上讨论如何联手对抗独裁政权 可以说是G7的再生 中国外交部对此是表达强烈谴责 苹果日报引述中央社指出 在伦敦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峰会五日落幕 公报中除了赞扬台湾防疫成就 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WHO 也首度对台海稳定表态 鼓励和平解决海峡的岸问题 美国 日本 德国 法国 英国 意大利 加拿大等G7成员 还在公报中强烈反对可能升高紧张 以及破坏区域稳定的任何片面行动 表达对中国战机近来屡屡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忧心 而峰会召开前夕 德国外长马斯即暗指中国近年来 按照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改造全球秩序 强调G7是价值共同体 自由民主国家同聚一堂 讨论如何联手在世界上对抗独裁政权 马斯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晤之后 也强调西方国家协调中国政策的重要性 经济利益到处都有 但谈到中国时 必须给人权和自由权问题更大的空间 人权问题一起向中国表态效果更好 马斯认为西方在面对中国时 不应该造成新的分裂或者是东西之间的冲突 但是必须清除表态和坚守自己的价值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G7外长只能举行视讯会议 本次伦敦峰会是两年来首次面对面 并且对俄罗斯、乌克兰、中国、白俄罗斯、印太地区 东海、南海和台湾问题表达清楚立场 在G7历史上相当罕见 也显示西方各国面对中国崛起的共同焦虑 马斯在会议落幕之后表示 这次峰会是G7的再生 各国对重要国际议题再度达成共识 而现在就看如何实践与达成具体的结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昨天指责G7外长会议 对中国进行没有事实依据的指责 公然插手中国的内部事务 搞开历史倒车的集团政治 这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干涉 汪文斌还说 涉江、涉藏、涉港的问题都是中国的内部事务 对于G7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他再度重申中国官腔说法 回应说 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 包括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卫生组织活动 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 这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 以及世卫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重要原则 汪文斌接着批评G7各国身为医疗技术先进国家 却未伸手协助其他国家的疫情 反而只顾自身囤积疫苗 对帮助其他国家只做这些不痛不痒的表态 汪文斌最后更是痛批G7无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制造各种借口 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主权 抹黑中国形象的企图 好 G7外长公报表示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那么法国国会也随即宣布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法国参议院在6日傍晚 以304票赞成 零票反对 无意义 首次是通过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工作决议 而另外美国南卡罗伦那州众议会4日也无意义通过 今年第三个友台决议案 今日新闻指出 法国国会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决议文 当地时间周四傍晚 与法国参议院无意义通过 为法国国会史上首次 也是最明确的表态 台湾的国际能见度再次获得提升 综合外媒报道 法国参议院以304票赞成 零票反对的表决结果 通过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工作议案 扩大支持台湾参与世卫 国际民航组织 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 公约以及国际刑警组织等等 各领域的国际组织 上报指出 这次决议案起初有11位参议员联署提案 而后许多议员积极加入 直至会议前挺台的阵仗 总共多达30位议员 议席上也有9位议员登记发言 期望透过决议文 向法国政府表达国会立场 强调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诸多益处 今日新闻指出 在表决之前 法国多位议员就先后在推特上发文 表达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立场 而在会后议员卡里奥 梅兰 乔米耶等人 都对议案通过仪式表达庆贺 另外苹果日报引述中央社指出 美国南卡罗兰纳州众议会 4日无意义通过决议案 重申台湾是美国长期坚定的安全伙伴 支持深化美台教育以及经贸交流 并且谴责中国侵犯台湾航空识别区 威胁区域安全稳定 这项决议案由南卡州新科众议员梅伊提案 获得代理议长波普等38位议员共同联署 并且无意义表决通过 这也是南卡州议会 今年通过的第三个友台决议案 决议案支持中华民国民主 并且扩大台湾与南卡州之间的关系 决议案指出 美台是长期的安全伙伴 均坚定维护自由以及公平贸易 以及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的共同价值 决议案提到 台湾是南卡州第十大出口市场 双方拥有许多进一步发展经济的机会 由于中国的不正当商业行为 以及侵犯人权行为不断被暴露 台湾作为美国经济伙伴 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替代方案 台湾也采取具体行动 扩大于美国双边贸易与投资 决议案并且批评中国 利用孔子学院影响美国学术自由 透过新闻审查 迫害媒体新闻自由等等作为 同时暂许前美国国务卿彭佩奥 解除美台官员交往限制 并且肯定现任国务卿布林肯 对台湾安全的坚弱磐石承诺 美国国务院六日表示 美国台湾和巴拉圭举办视讯会议 期盼能够在再生能源 以及电动汽车领域展开合作 综合媒体指出 美国国务院六日释出活动消息 由美国台湾驻南北巴拉圭使馆 及巴拉圭政府与六日共同主办 一场齐聚三国高层的 视讯伙伴关系代表团会议 期盼往后能够在再生能源 电动汽车领域上 能够再深化三国协作关系 视讯代表团包括来自于 美国和台湾的政商界领袖 他们会见的巴拉圭工业与商务部 促进出口主任拉特萨大使 除了拉特萨以及美国国务院 西半球事务局代理助亲周莫利 美国驻巴拉圭大使代办拉萨之外 也包含台湾外交部拉美司长余大雷 中华民国驻巴拉圭大使韩智正 与美国国务院全球伙伴办公室 执行主任迪巴斯 美国国务院说 美国和台湾正在与巴拉圭合作 共同寻求在私部门强化再生能源 以及电动汽车领域的机会 会议期间 美国和台湾代表讨论巴拉圭水利发电过剩 以及在滤青太阳能智慧配电 以及储存系统和电动汽车组件方面的潜在合作 三方也在会中确认 未来将在关键领域合作机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往来 根据报道 巴拉圭为台湾在南美洲唯一邦交国 日前传出为了争取中国疫苗 可能选择外交转向和中国建交 但是经过台美协助购买疫苗之后 才顺利化解断交危机 显示台美与台湾邦交国一同开发商机的新趋势 而美国国务院正好于三月发布 和台湾非洲唯一友邦史瓦地尼的线上考察活动 期间也谈到高科技合作 在使国成立区域电子商务中心 服务整个非洲南部的可能性 那么中国福建省日前光告 对小三通入境的台湾 金门以及马祖旅客也有条件放宽检疫 台湾陆委会昨天就表示 会持续观察后续的发展 逐步有序推动 但是其实也看得出来 中国此举是为了落实通汇琴对台促容工作 具有高度的同战性质 综合媒体指出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邱锤正 于六日主持的历史记者会上表示 小三通是两岸人民往来的通道之一 更是精进防疫的重要关口 小三通客运富航涉及整体的疫情变化 国内防疫量能 旅运需求以及金马民意和两岸互动等等 复杂的因素 相关的机关都会依照整体的情势 持续综合评估 逐步有序的推动 邱锤正强调台湾陆委会也注意到 中方有关福建示范对台 调整放宽防疫措施等等相关讯息 会持续观察后续发展 目前国际疫情持续严峻 为了管控防疫风险 中方对台湾特定的对象 调整防疫措施是否对两岸防疫造成冲击 涉及台湾整体防疫政策适宜 台湾陆委会也会配合疫情指挥中心进行研议 邱锤正表示 疫情期间各国政府依照疫情发展 以及各自防疫的需求 而有不同的防疫规范 台湾政府原则上 对境外各地的入境防疫要求 会予以尊重 不过邱锤正指出 中国在福建省推出入境检疫的便利通道新措施 是为了落实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先前所提出的通汇情对台促容工作 具有高度的统战性质 好最后来看到的是 欧洲议会台湾议题报告人魏莫斯 昨天呼吁欧盟深化与台湾的关系 除了理念相近 欧洲在台湾更有高额投资 台湾如果动荡的话 可能会造成欧洲经济灾难 欧洲不能够允许由中国决定与台湾的关系 中央社指出 瑞典旗欧洲议会议员魏莫斯 近日被任命为欧洲议会台湾议题报告人 魏莫斯表示 欧盟的印太合作战略不应该忽视台湾的角色 台湾与欧洲除了拥有共同的价值观 台湾也是欧洲在亚洲可以信赖合作的国家 他身为欧洲议会 欧台政治关系报告人 坚定主张欧盟应该与里面相近的伙伴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他指出台湾位于中国沿海地理位置优越 相较中国因为侵犯人权害压制 意义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但是台湾却是亚洲最自由的国家之一 此外在中国增加对全球民主国家假讯息活动时 台湾也在因应与民主敌对的宣传中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他认为中国长期在国际政治上孤立台湾 但是台湾却能够在世界经济保持强势地位 最近全球汽车工业晶片供应短缺的时候 台湾领先的半导体产业就在国际引起重视 他强调台湾是欧盟在亚洲的第五大贸易伙伴 欧盟也是台湾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 总额达数百亿欧元 可以说台湾的任何动荡都可能会造成欧洲的经济灾难 魏莫斯说 因此欧盟和成员国必须加紧与台北的双边关系 并且共同努力促进台海的稳定和繁荣 他主张欧盟和台湾即刻启动双边投资协定BIA谈判 此外他赞扬台湾近一年来的抗议表现 欧洲不仅可以从台湾经验中学习 而且从台湾向世界卫生组织WHO市警疫情的事件 脱险欧盟非常有必要抗拒中国压力 进而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卫组织 以及其他国际机构 魏莫斯表示 欧盟与台湾作为理念相近的盟友 加强双边关系符合共同利益 尽管中国施加压力 但是他将以报告人的身份呼吁加强合作 欧洲不能允许由中国决定与台湾的关系和友谊 欧洲议会报告人的职责 是与议会各委员会共同提出相关议题 会整出欧洲议会对于台湾关系的共识以及政策 因此他对台湾议题能否在欧洲议会受到重视扮演重要角色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欧洲新闻 一起来关心国际大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我们的最新消息 先前有消息指出 随着中欧紧张关系升温 欧洲国家的立场逐渐靠拢美国政府 历经七年马拉松谈判才谈成的欧中投资协定 恐因此而生变 对此欧洲联盟执行委员布勒东也公开表示 欧中投资协定与其说是协定 不如说是异象 且化为现实之前可能还要一段很长时间 法广引述法新社报导 欧盟行政机关欧盟委员会的法国代表布勒东 向美国华府智库大象理事会表示 我很诚实的说 中欧投资协定不完全是一项协定 比较像是一个异象仅此而已 布勒东曾经担任法国财政部长 现为欧盟职委负责内部市场事务 他强调当这个异象转为现实 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 报导指出欧中投资协定的谈判 在去年12月底 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 届满钱的最后时刻完成 令许多人感到意外 布勒东提到完成谈判的时间点 正好也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前任总统川普和继任者拜登的政权交接过渡期 根据了解欧中全面投资协定历时7年才完成谈判 上代成员国和欧洲议会批准 不过由于近期北京与布鲁塞尔彼此实施报复性制裁 欧盟执委会坦承目前不得不终止批准 欧中投资协定的行动 先前根据多家媒体引述彭博消息指出 在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对待台湾 香港维吾尔人之前 欧盟成员德国意大利和法国 开始向美国靠拢强 对华立场 举例来说 意大利政府原本热情支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倡议 现在却出手阻止中期收购计划 而民调显示 德国绿党在9月大选后将扮演政府要角 绿党对中国的态度比现任政府更加强硬 一名中国官员就形容欧中关系正走向下坡 不论德国绿党能否执政 欧盟与中国的关系都处在紧要关头 这些迹象也表明欧洲立场逐渐与拜登政府一致 欧盟成员国的国防部长六日同意北约成员国 美国加拿大和挪威加入欧盟军事机动性计划 德国也对此表示欢迎 并称如此一来欧盟的军事合作将获得提升 发广引述法新社报导欧盟的军事机动性计划 目的在于加快军队在欧洲各地调动 这也是欧盟首度向非欧盟国家开放永久性结构防卫合作计划 自从俄罗斯于2014年从乌克兰并吞克里米亚后 欧洲对俄罗斯的侵略日益担忧 使得欧盟积极推动可以更迅速在欧洲各地调动军队的计划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表示 这样的机动性合作计划会让欧盟的防御效率更高 有助于加强安全 针对该项计划 欧盟已拨款17亿欧元的7年预算 协助提升军事流动性 包含将桥梁铁路和公路等基础建设升级 德国国防部长克兰普卡伦鲍尔则表示 以具体合作方面来看 这将成为一次巨大飞跃 他并称赞这个决定有助于在具体合作方面产生重大进展 确保可以将军队部署在欧洲各国 同时他也谈到这个合作计划不只是欧盟 对北约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根据中广这项计划是为了克服欧洲地区军队 以防遭到延迟的问题 北约组织认为一旦与俄罗斯发生冲突 这项问题会变得至关重要 报导指之前北约已经率先降低相互冲突的规定 方便在欧盟27国内运送美军 这个合作计划的决定也意味着北约组织成员国的美国 挪威以及加拿大将成为第一批 就欧盟永久性结构防卫合作协定展开合作的非欧盟国家 有外交官表示 军事流动性在改善欧盟国家之间的讯息交流 并削减边界上的繁琐规定 包含协调各国海关规定 允许迅速部署 并让军事装备的运输更加便利 不过这当中并没有包含英国 然而英国和法国过去是欧盟最大军事强国之一 此前美国前总统川普批评北约盟邦没有支付足够的经费 促使欧盟集团出现战略自主的呼声 不过美国和北约组织的安全保障 依然是许多欧盟成员国国家安全的基石 对于北约东侧担心俄罗斯举动的国家尤其如此 英国于6日开始地方选举 这次的选举对于首相约翰逊和英国统一而言将会是一大考验 因为持独立者希望在苏格兰取得压倒性胜利 为新的自决公投铺平道路 大广报导指英国这次地方选举 因为冠状病毒大流行被推迟了一年 这次选举将让4800万选民投票更新143个地方议会的大约5000个席位 首都伦敦会选出市长 威尔士和苏格兰则会任命新的地区议会 报导指投票战于当地时间早上7点开放 将持续开放到晚上8点 预计在周五和整个周末才会逐渐有结果 其中最关键的应该是苏格兰 在苏格兰这个拥有550万人口的身份 选民将有可能决定英国的未来 自从英国脱欧后 苏格兰独立派就希望借着苏格兰大部分人不愿意脱欧这个理由 借由这次选举让局势出现逆转 这场被称为超级星期四的选举 也可以说是苏格兰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选举 如果长期追求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大胜 就有可能会推动第二次独立公投 让联合王国再次面临分裂危机 风传媒一篇报导提到 苏格兰在2014年举行独立公投 当时赞成于反对的比例是44.7%对55.3% 不过2016年6月公投决定脱欧时 苏格兰有62%的选民支持留在欧盟 所以追求独立 新第二次独立公投的呼声也因此再度高涨 分析指苏格兰民族党的领导人 史特钦长期主张英国脱欧 严重违逆苏格兰心向欧盟的民意 如果该党能在本届议会选举南瓜半数席位 也就是65席以上那推动二次公投就是名正言顺 尽管保守党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已经表明 不会放行苏格兰的二次公投 分析指目前苏格兰几个主要政党 除了苏格兰民族党之外 苏格兰绿党核心成立的苏格兰党也坚定支持独立 不过苏格兰保守党和苏格兰工党则反对独立 反对二次公投 新岛日报报道 英格兰的地方选举也将对首相约翰逊带来重大考验 虽然约翰逊带领英国实现脱欧 又顺利推动疫苗接种计划 令新冠肺炎疫情受控 但他近期受到乱用政治捐款 为首相府装修的丑闻困扰 声望大受打击 伦敦市长选举是另外一个焦点 如果没有意外 现任穆斯林市长简士德应可击败保守党候选人贝利 取得第二个四年任期 美国总统拜登近来表示 支持豁免新冠疫苗知识产权的议题 在各国引起争议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态赞同 但欧洲的瑞士及德国持反对态度 中国竟表示赞成让各国更容易取得疫苗 并未提出具体的措施 制药集团整体则是表达强烈不满 而消息传出之后 全球疫苗企业更是应声大跌 综合媒体报导 面临新冠疫情持续肆虐 全球疫苗供不应求的困境 美国政府宣布支援世贸组织 取消新冠疫苗专利保护的提议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5日在声明中指出 由于世界贸易组织基于共识的原则 未批准该豁免政策进行的内部讨论 还需要一段时间 不过美国将积极参加谈判 对此欧盟其实并不赞成取消疫苗专利 认为这个方案应缺乏力及可用的生产资源 远水不解尽可 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现在似乎正在打开这扇门 他6日表示 欧盟准备讨论美国取消冠状疫苗专利 以加快疫苗生产和销售的建议 同时他也敦促英美先取消疫苗出口限制 因为英国尚未出口过任何在其领土上生产的疫苗 而美国总统则签发了一项决定 严格阻止疫苗的出口 并限制疫苗成分的出口 另一方面 中国的态度也相当的引人关注 德国之声报导 中国表示他们赞成让所有国家更容易取得新冠疫苗 但他们在全球关于是否豁免疫苗智慧财产权的讨论中 并未表明是否会采取任何具体行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 将继续为促进疫苗再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 以及可负担性做出自己的贡献 根据官方的数据指出 中国已经向大约80个国家提供了超过1亿剂的疫苗 然而目前人不清楚 这些疫苗中有多少是捐赠给其他国家 以及有多少是按市场价格出售的 欧洲议会台湾议题报告人魏莫斯 今天呼吁欧盟深化与台湾的关系 因为欧洲在台湾有高额投资 如果台湾动荡 可能造成欧洲的经济灾难 此外呢 欧洲也不允许由中国决定与台湾的关系及友谊 根据中央社瑞典籍欧洲议会议员魏莫斯 近期被任命为欧洲议会台湾议题的报告人 针对欧盟上月通过印太地区合作战略内容 却没有提到台湾的事情 回复中央社的询问 魏莫斯表示 欧盟的印太合作战略不应忽视台湾的角色 台湾位于中国沿海地理位置优越 而在中国对全球民主国家散播假消息的同时 台湾也在民主阵营中发挥重要作用 另外他认为中国长期在国际政治上孤立台湾 但台湾却能在世界经济保持强势地位 包含半导体产业引起全球关注 他强调台湾是欧盟在亚洲的第五大贸易伙伴 欧盟也是台湾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 总额达数百亿欧元 如果台湾发生任何动荡 都可能对欧洲造成经济灾难 因此他呼吁欧盟加强与台湾的联系 也主张欧盟和台湾应立即启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他已提到台湾近一年来的防疫表现 以及疫情发生初期 台湾就立即向世界卫生组织示警等案例 表示欧盟非常有必要立抗来自中国的压力 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 魏莫斯表示欧盟与台湾加强双边关系 符合共同利益 欧洲不能允许由中国决定与台湾的关系及友谊 中央社先前报导也指出 有鉴于全球陷入芯片供应框 台湾台积电备受各国重视 欧盟有意拿出巨额补贴 邀请英特尔台积电和三星设厂 打造欧洲半导体联盟 上个月底 欧盟主管工业和服务业的执行委员布勒东 还与英特尔和台积电代表开会 不过据传台积电兴趣不高 台经院研究员刘沛正也认为 依市场规模与成本考量 台积电未来若要赴欧盟投资 应不至在当地设立晶圆厂 设立车用半导体研发中心 可能性相对较高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欧洲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观众朋友您好 现在您收看的是明镜新闻台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明镜新闻台 并且开启小铃铛 如果新节目发布 您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首先来看到的中国新闻是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肿瘤内科医师张玉 日前他撰写长文 揭露中国肿瘤治疗中的不良医疗黑幕 引起中国网友热议 就连官方也不得不出面来调查这件事情 不过当局似乎想要和谐这起事件 中国国家卫健委随后就表示 根据初步调查的结果 被点名投诉的医生 基本上他是符合治疗规范的 那么对此 张玉在经历了三文 以及跟停诊的下场之后 依旧是出面表示 对当局的调查结果非常失望 愿意跟被点名投诉的医生 以及专家团队进行公开辩论 综合媒体报导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肿瘤化疗科主治医师张玉 上个月18日在知乎平台发文 揭露中国肿瘤治疗黑幕 指出中国肿瘤患者死亡率高居不下 除了与发现过完有关 很大程度上也与错误的诊疗有关系 他说这些不良的医疗行为 不但让患者花费大幅增加 还给患者带来伤痛甚至死亡 而这种乱象遍布普通地方医院和三甲医院 他还加矛头指向了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陆奎 尽管张玉在当天就将文章删除 但文章依旧在医界引发震撼弹 就连官媒新华社都介入 呼吁要找出谁 再逼这位爆料者删帖 并且揪出医疗黑手 张玉的长文发布之后 中古国家卫健委随即发布公告 指出他们会立即对此展开调查 之后卫健委宣布根据初步调查结果 被点名投诉的医生陆奎 基本上符合治疗范围 调查结果让张玉极度失望 昨天他再度于直呼发文 专家团得出这个结论 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他对此感到失望 愤怒和担忧 并且表示 这是在为一切医疗不良行为背书 张玉表示 他和陆奎医生素不相识 无冤无仇 之所以会反复指责以及控诉 就是因为他认为陆奎是医生中的败类 原先他很开心被卫健委重视 以为会得到圆满的结局 但卫健委的调查结果 就如同当斗棒喝 他请求卫健委允许 他与专家团体人员 进行一场公开的辩论 以正视听 张玉昨天也对中国经济观察网说 如果他的这个请求得不到回应 他会再催一次 然后写文章开直播 向更多的人解释真相 北京时论评论人士华普说 他对张玉揭露的内幕感同身受 而这些乱象绝非仅存在一两天 北京围权人士胡佳也说 他一方面钦佩张玉敢于发声 另一方面也担心张玉 可能需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不知道最后是他们反应的问题 得到解决 还是他们被当作问题解决掉 自身媒体人洪涛对国家卫健委的说法 表示质疑 他指卫健委本身就是个 整体体系溃烂的最大责任方 他们的所谓结论 无法让人信服 同时他认为张玉在曝光 业界黑幕之后所遭受到的打压 也再次验证公开说真话要承担巨大代价 根据了解 在文章发布之后 张玉就已经被医院停诊 对此张玉昨天也表示 他对任何后果都做好了心理准备 也希望他所做的一切能够产生价值 另外来看台海情势受到全球高度关切 继G7外长会议联合声明 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之后 澳洲总理莫里森受访的时候也说 澳洲政府对台湾政策将会坚定不变 如果中国武力侵犯台湾 澳洲将会履行支援美国以及盟友的承诺 综合媒体报道 随着中国军事恫吓台湾 台湾持续成为国际媒体焦点 澳洲金融时报6日于头版以及内页 以大篇幅刊登台湾外长吴钊谢专访 和相关分析报道 并且以标题澳洲需警防台湾海峡战争刊登社论 同一天澳洲总理莫里森 6日接受墨尔本广州电台3AW的访问 提到吴钊谢指台湾已经准备全面 准备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最后攻击 并且希望澳洲支持台湾 接着问及澳洲是否会支援台湾时 莫里森回应说 澳洲一直履行支援美国以及印太地区盟友的协议 莫里森表示澳洲已经清楚 很清楚地意识到印太地区的不确定性 但是他拒绝针对这个议题多加说明 以免让情势增加更多变数 但是他指出正是为了应付印太地区的不确定情势 所以存在的相关安全防卫协议 主持人又问莫里森是否认为 中国是造成全球不稳定的因素 莫里森回应表示 我们希望中国澳洲以及整个区域都一同合作 最好的做法是确保大家遵从法治 我们尊重保障南海运输自由以及开放的贸易法规 我认为这是确保印太地区自由和开放的措施 我们致力维护印太地区自由和开放 随着澳洲关系日益紧张 澳洲国防部长杜登上个月底向媒体表示 不应该低估中国因为台湾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澳洲军方应该把焦点转移至临近区域 而在同一天澳洲内政部秘书长裴佐洛也发布声明 强调战鼓已经响起 澳洲与崇尚自由的盟友要准备为自由而战 另外来看到根正苗红的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也惨遭小粉红的出征 中共党校教授刘玉英 她日前在微博上发文 大散加拿大的医疗福利完全是全民平等 没想到这篇贴文却震碎自家网友的玻璃心了 让她遭到大量中国小粉红出征 痛批她说是两面人 逼得她宣布退出微博 并且留下最后一篇文章是 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的文章已是不满 综合媒体报道 中国北京大学出身的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刘玉英 日前在微博发文表示 今天得到可靠消息不是谣传 加拿大的医疗福利完全是全民平等 人人一张免费医疗卡在手 总理小土豆和重力的农民手里拿的都是一样的医疗卡 看到这条消息 我想起前些日子看到的一条复告中的瓜胡 享受腹部级医疗待遇 此段言论随即引发中国网友关注并且进一步解读 刘玉英暗奉中国的医疗福利不平等 根据了解 每当官员离世 媒体就会以享受腹部级医疗待遇的官员 或者是享受正部级医疗待遇的官员作为复告开头 中共规定正部级官员医疗费由卫生部门与医院合销 副部级官员医疗费则是要到医院单位报销 刘玉英一席话引发中国广大战狼网友不满 说刘玉英散布不实的消息 还指责她长期在意识形态领域扮演两面人 更说她和另一位现居美国的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一样是在党反党 随后网友更是起底刘玉英过往的文章 声称发现更多的不实言论 比方说日本垃圾焚烧场盖在政府大楼旁边 日本医院主刀的医生手术前还给她鞠躬 另外还有孩子如此 我们这些大人又何尝不是活得不像人样等等 进而指责刘玉英重扬媚外 此外她还曾经直言对内地官场的腐败表示不满 转载贴文讽刺内地当下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灾情 她批评中国特色就是执政者 皇权思维没执政者革命思维 有网民甚至挖出刘玉英丈夫和女儿的讯息 逼得刘玉英在昨天凌晨四时 先在微博转发一篇题为让人讲话 天不会塌下来的文章 接着在一个小时之后宣布退出微博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 不断加强与日本之间的联系 原因之一就是要因应不断升温的台海局势 先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中国已经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海军 甚至可以用来侵犯台湾 日本媒体就披露为了台海如果爆发冲突 美国期盼日本潜舰能够掐住中国海军的咽喉 因为在地理位置上 中国缺乏深水和暗线 成为共军最大的弱点 综合媒体报道 布林肯曾经提到 中国已经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海军 甚至可以用来侵犯台湾 不过专家指出 中国的海军仍然有无法克服的先天条件 而其中的关键就是日本 此外美国防长奥斯汀的综合威慑规划当中 日本自卫队的潜舰部队 在围堵中国海军方面将举足轻重 而由于日本占据地理之变 加上日本的潜舰战力闻名于世 美方可能希望日本成为第一岛链的关键守军 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资深助理研究员 苏加特向日本经济新闻表示 中国的潜舰基地都在位在潜海 如果要出动潜舰 必须先经过潜海进入深海 在这段期间之内 曝光的潜舰很容易遭到敌人猎杀 而日本和台湾的东部都是深海 潜舰可以直接进入深海 潜舰一旦进入深海 几乎是侦测不到 苏加特指出 中国海军如果想要从近海进入攻海 势必要经过第一岛链之间的海峡或水岛 这提供美国及其盟友的潜舰部队大好机会 可以在卷入冲突或者冲突即将爆发的时候 更密切的监视甚至将其拦截 日本自卫队最大的作用就是控制海军咽喉点 琉球群岛有非常多咽喉点 如果自卫队能够结合潜舰跟防御性布雷 就能够完全防堵解放军 或许能够迫使中国绕过台湾 或者是直接将战场落至东海 让日军和美军可以合作对抗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研究员 杰弗里霍农也认为 在与中共的潜在冲突当中 控制海上咽喉的药道 可能是日本最大优势和贡献 即先前巴西官员说出 中国人发明了武汉肺炎 还说他们的疫苗不如美国有效 引发中国不满之后 巴西总统伯尔索纳洛本周也表示 病毒可能是在实验室制造 并且暗示中国发起这场生物战 这段话再次在国际上引起轰动 中国外交部对此回应说 中方坚决反对把病毒政治化 污名化的行为 综合媒体报道 根据法新社指出 伯尔索纳洛本月5日表示 这是一种新的病毒 没有人知道它诞生于实验室 还是因为人类吃了 它们不应该吃的某些动物 但是它就是在那里 军队知道这是一场化学生物 放射学的战争 伯尔索纳洛又表示 我们能够打这一场新战争吗 我怀疑 哪个国家GDP增长得最快呢 虽然伯尔索纳罗没有点名任何国家 但是由于他提到 哪个国家GDP增长得最快 当地舆论军认为 他指的就是中国 中国是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G20之中 唯一在2020年实现 国内GDP正在增长的国家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回应说 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当务之急 是各国携手开展抗议合作 争取早日彻底战胜疫情 他说中方坚决反对 把任何的病毒政治化 污名化的行为 法新社也提到 伯索纳塔罗的儿子 巴西副国务卿 爱德华多就曾经批评 中国应该对疫情的爆发负责 他当时将新冠疫情 与前苏联时期的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进行比对 并且指出 中国隐瞒了 关于病毒的重要信息 这番言论当时 引起了中国当局的强烈反响 事实上 早在上个月巴西经济部长 葛德斯在同步于网络直播的 卫生委员会议当中 脱口表示 中国人发明了武汉肺炎 还说他们的疫苗不如美国有效 辉瑞疫苗更好 由于巴西是目前全球疫情 最严峻的地区之一 巴西从1月17日起 展开全国疫苗接种行动 约8成使用中国北京 科兴药厂 以及圣保罗州卫生厅 合作研发的疫苗 不过伯尔索纳罗以及盟友 都对这款疫苗的成效感到质疑 他还曾经在去年10月表示 巴西不会购买中国疫苗 不过之后因为别无所则 让他只能妥协 本周他又出面表示 美国即将运送AZ疫苗到巴西 不过对此白宫尚未回应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订阅明镜新闻台 并且开启小铃铛 我们再会